作为一个资深的动物节目 对吧 我们举办了好多比赛了 曾经有举重大赛 选美大赛 房屋设计大赛等等等等 今天组委会开了一个小会 决定再来一次大赛吧 具体考核什么项目呢 就俩字 装死 装个死 他们演这一演得好 尤其各部演员演得特别好 来 到底谁能够夺得冠军呢 一起来看 打算 欢迎来到 动影地影后颁奖典礼的现场 今天三位候选人 要在这里 角逐出真正的表演大师 他们分别是 猪鼻蛇 副鼠 洪汉仪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 我是一名专业的演员 看家本领就是装死 哎呦 不好 美美沙猫来了 看我表演 肚皮向上 吐出舌头 再散发出腐肉的味道 走了吗 怎么样 是不是像真的死了 乱装死的一说 我们如果是第二 那可没有谁敢说 自己是第一 知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演员的自我修养吗 知道什么是体验派吗 张开嘴巴 渗出舌头 眼睛紧闭 这些都是表面工作 最厉害的是 我的心跳和呼吸的频率 都会下降 这才是真正的演技派 你们这演技都是被敌人吓出来的吧 我们的演技可不是为了逃命 而是为了深入敌血 装死只是我们的准备工作 这下一步就是等他们上钩 看 这个颜色浅个头大的就是我 等到对面的工艺把我当成食物 送进蚁后的巢穴后 我就会立刻醒过来 一举杀死他们的蚁后 并且靠着出色的演技 我还能伪装成这个蚁后 不费一兵一卒 轻松攻陷整个蚂蚁部落 所以影后这个称呼 非我莫属 看来三位演员都各有所长 难分伯咒 不过我有个疑问 红汉蚁 你是如何伪装成为对方的蚁后的呢 装死千百种原因是各不同 但是这个体面听听吧 请问红汉蚁是如何伪装成 其他蚂蚁的蚁后的 选项A 模仿圆以后的声音 选项B 产生圆以后的信息素 选项C 用圆以后的肢体伪装 来吧 平 先四位 上 往 往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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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B 蚂蚁的话就是靠信息素来识别敌 我只要是攻破了地方的信息素就可以 小时候有个印象 就是我经常会蹲着家里枪根看蚂蚁洞 你透露我的印象 是吧 蚂蚁它想不让它回潮很简单 就在它身后蹭一下 有时候它就影响它的回潮路线了 没有气味了 回去它找起来就 回家的路就找不到了 四个人选择的都一样的 要么同队 要么同队 验证一下 在进入对方的潮穴后 我就会对蚁后发起攻击 不过这只蚁后也不是吃素的 我们之间就会相互撕咬打斗 而这个过程会引起复杂的化学交换 不久之后我就会带有对方蚁后的化学信息素了 由于蚂蚁主要就是通过信息素来辨认彼此 因此我也不会被以学理其他的成员攻击 最终成功篡位 成为它们的新蚁后 其实信息素和这个气味还是两回事 因为信息素是动物本身来产生的 是特殊的激素 那气味的话呢 它可能是无激物 特别是现在的科学家通过信息素 他还可以去研究我们如何 去预防一些农业林业方面的这些害虫 来更好的来服务我们人类 好 谢谢博士 很好 加分了 每日十分